曾经被胡人管理层给予厚望的年轻四少们 如今混得怎么样了 他们都完成了球队 当初给予他们的期望了吗 2017年首轮三十重位的约氏哈特 他是被人们常常忽视的小透明 2019年被胡人当作换取浓眉的戳马之一 先后辗转醉湖开拓者 如今来到纽约如同千里马玉伯乐 得到西伯都的赏识 这一季他频频化身钢铁之躯 尼克斯的勇动机全能辅助 动不动就打满全场 1米93的身高 在那一片充满对抗的技术丛林中 自咬着每一个篮板球 只要哈特在场 每百会合正负值为队内最高 当哈特带上初战抢期 最终贩满离场时 主场球迷全不起力为这个英勇的兜士 献上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试问又有多少人的人生 能拥有这样的光辉瞬间 而作为17年的榜眼秀 狼左鲍尔 大概是自绍中最为名途多传的球员 很难想象 一个26岁的年轻人 半月板撕裂 骨移植 软骨修复 这些令人揪心的伤病 逐渐成为了球哥生活的主旋律 谈到他的伤病时 还要追溯到胡人时期 那个时候他就谈到 他的半月板已经撕裂 骨头与骨头之间不断摩擦 最后半月板乃至软骨 都被磨得干干净净 最终只能接受软骨捐赠 距离球哥上一次打球 还要追溯到22年的1月份 谈到揭幕战是否会付出时 他肯定的说道 是的 我一定会付出 因为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下一季也是球哥在公牛的 最后一年合同 2017年的27号秀 库兹马 绝对是凭借一己之力 改变了胡人的命运 欧皇转世 抽中4号签 最后用作了交易奴美的筹码之一 也替换掉了自己被交易的命运 后来帮助球队拿到队室第17冠 随着那比威少的交易 来到华盛顿后 他终于成为了 心心念念的球队偷牌 而库兹马离开胡人后的职业生涯 总体来说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他显然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可靠首发 但提及当家级别 库兹马缺乏了东西真的太多了 2016年的榜眼秀 英格拉姆 从踏入联盟开始 他就被冠以下一个死神之名 球迷期待着 英格拉姆能带领着胡人充献 昔日荣光 但随着勒布朗空降洛杉矶 这个还未曾对线天赋的年轻人 就潦草的被交易到了提胡 后来英格在提胡的地位 招手即日呼风唤雨 不到两年的时间 就成长为了一名 场距20家的优质攻坚守 但进入合同年 本赛季却打出了加盟提胡以来 最差的一击 最后赛中的表现更是灾难级 生死战仅仅交出了8分的打卷 而媒体也爆出了提胡 不愿接受英格顶心血液的要求 提胡也不再痴迷于 英格拉姆加西安的组合 他们想要球队换一个方向发展 英格拉姆可以换一个人来代替 而西安才是球队雷打不动的基石 眼看着同届球员们已经容易满身 甚至成为了独冠核心 这个16年的榜眼秀 必须要有紧迫感了